桃椒味道清淡 口感Q軟 是做甜品的好選擇 今天就分享兩款桃椒甜品 首先來做桃椒造角米銀耳根 糯軟清甜 很有嚼勁 桃椒 造角米 銀耳 都是乾貨 洗淨後要提前泡發10小時左右 等它們徹底膨脹變軟後 剔除桃椒表面的雜質備用 接下來在鍋中下銀耳 造角米 和桃椒 加淨水 大火煮沸後轉小火 中間要不時攪拌 防止糊鍋 煮兩個小時左右 加冰糖和紅糖調味 等糖全部融化 即可關火 吃的時候可點綴少許蔓越莓乾 全中帶酸 口感更豐富 接下來做桃椒酒釀牛奶布丁 先將泡發好的桃椒 放入沸水中煮熟 中小火煮兩個小時左右 濾出桃椒備用 另取一支碗 加入冰糖和魚椒粉 倒入開水 迅速攪拌均勻 直到全部融化 接著加入桃椒 酒釀和鮮牛奶 混合拌勻後盛入玻璃容器 放冰箱冷藏5小時以上 等布丁凝結成型 就可以食用了 停留給大桃椒 融化